嘿嘿 聊四季 天天的故心 大家好 我是Reyo 今天來看賽爾特人對上保加利亞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紅方選擇的文明是賽爾特人 賽爾特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伐木的速度 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握冰的移動速度也是最快的 還有工程器製造所裡面的單位 也是攻擊速度最快的文明 點下金冠賽爾特狂熱之後血量也是最多的 後期的賽爾特人主要是打步兵為主 以工程器為輔的一個路線 賽爾特人在團戰來說的話工程器才是為主的 畢竟如果全工程器的話很容易被對方針對掉 對方的火炮或是投石車騎兵單位 賽爾特人的工兵稍微不行 但是他城堡時代由於伐木速度很快的關係 所以城堡時代打工兵其實也蠻厲害的 可以從封建時代出小工 然後轉奴兵的一個過程 迅速散彈到血 往往可以秒殺很多 大概1,500以下的玩家吧 應該是沒問題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爬分的話 又不想要用一些怪招 那賽爾特人的話 他算是一個蠻好的選擇 那接下來看一下青色 選擇的是保加利亞人 我們把他換個移射好了 保加利亞人最大的特色是 冰工廠的科技 還有這個工程器製造所裡面的科技 升級的肉量 都是減半的 所以保加利亞人在前期 需要更努力的去點這個一攻一防 去逼對方你去點一攻一防跟你對射 只要對方也各著點的話 那你就可以獲得這個 資源上的一個小小優勢 那說優勢其實也沒有優勢到哪裡 畢竟保加利亞人他本身是沒有任何經濟加成文明 所以這場對手也算是經濟最好的步兵文明 對上這個保加利亞人 零經濟的協議步兵文明 那協議呢這個科技是他的精冠技術 可以讓他的雙手劍兵變成這個 近戰九防的雙手劍兵 非常強大 那保加利亞人的後期呢主要是靠騎兵單位 這個騎兵加上馬凳 是一個比較常見的打法 還有後期的工程器單位 保加利亞人本身也有大衝車 而且馬攻路線其實是可以打的 他只有弓兵不能升級比較悲劇一點 所以風箭時代如果要打弓兵的話 小弓不能安太多 避免會有這個卡刀奴兵不能升級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們遇到保加利亞人的話 就不用太去防他封建狂出小弓的問題 只要去防他的肉馬 有沒有去點一攻一防就可以了 保加利亞人來說經濟很差 所以前期也不會有太多奇怪的招式 可能就是塔弓銜接城堡時代的銀雷寶推 是比較有可能會出現的招式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經濟配置 那目前看到這邊保加利亞是四木配置 然後是直接下了一個軍營跟房子 那還沒有下這個 時代的升級 這邊在等這個肉嗎 好 還有打棒棒 只是要等肉 不好意思 我想說他這邊有點怪怪的 看起來不太像要升級 好 那這邊是兩棒棒 那保加利亞他的棒棒是會自動升級的 他的民兵器是會自己升級的關係 所以只能升到雙手劍兵 不會升到劍兵勇士 這是他稍微的一個缺點 但是他在黑暗時代 轉到封建時代的手 民兵會自己升級為裝甲步兵 這件事情讓他在前期的壓制力會蠻厲害的 那也會有一些玩家去打這個棒棒接裝甲 裝甲弓 工兵單位 那保加利亞這個裝甲弓的接續 其實是稍微能打的 但是就是回到我們剛剛開頭講的 不能出太多工兵 那裝甲弓的一個優勢就是破壞力極強 基本上可以賺到一些甜頭 好 這邊看到棒棒一直攻擊左邊的村民 這邊想用棒棒去換村民應該是沒問題 但是由於升級速度太慢的關係 再一刀 所以攻 現在刺猴只有三攻 哎呀 這個就是極限棒棒的一個缺點 那你的肉麻會直接少兩攻 傷害力變得極差 原來這個時候他們已經點滋布 欸 被 被 被射死 已經點滋布的關係了 所以會多了一點防衛力 那刺猴打這個村民只有兩滴血 所以基本上黑暗時代遇到對方的肉麻 你是可以點滋布自己是我跟對方運靠的 通常是能尻得贏的 好 那我們就去看一下後面怎麼打 那賽特人這邊是已經升到封建時代 但並沒有轉出奇怪的射箭場或是馬舅 那果然還是要打射箭場 我剛才想說他是要打這個裝甲步兵嗎 沒道理吧 人家會自動升級裝甲步兵呢 好 華仔莉亞這邊直接按了 多按了兩隻棒棒 總共按了四隻棒棒送掉了一隻 現在場上還有三隻裝甲 那賽特人這邊轉攻兵是相當正確的 那這邊轉攻兵 搭回上城堡時代也可以速轉大雪 點出彈道雪 進行壓制 畢竟自己的伐木速度是遊戲裡面最快的文明 打攻兵性不會太弱 好 這邊射掉 把對方的裝甲步兵往回射 賽特人補下一隻農田 稍微看一下配置 那目前他的配置呢 是四個人伐木 雙伐木的一個策略 賽特人的話可以補到 不用補到九木 就一個伐木場各四隻村民就夠了 那保佳莉亞這邊就是單伐木場 然後配到十一個人 配到有點多 所以就是每一位玩家的配置 都會有點細微的不同 好 這邊展出了毛兵 然後按次弓兵出來 那這邊就是小打小鬧 兩邊都會想要趕快升到城堡時代 好 保佳莉亞這邊毛兵就繼續按下去 然後按到大概四到五隻毛兵 就可以繼續轉小弓了 小弓也大概按到四隻左右 就可以準備升城堡時代下第二個馬就 城堡時代開始爆馬 或者是點城堡時代之後去挖石頭 打一個銀雷寶推 也是可以的 所以這邊要訪的 賽爾特人這邊要訪的是 去幫保佳莉亞的銀雷壓制 好 這邊轉了一些弱馬去解這個毛兵 那這個就是保佳莉亞想要看到的結果 賽爾特人這邊被迫下了一個馬就 然後還轉出了弱馬 那他這邊農田一定是會比賽爾特人這邊少一些的 但看起來他經濟有夠好 有經濟加少 看起來好像 並沒有巨大優勢的感覺 我們來看一下 保佳莉亞這時候贏多少經濟了 哇 經濟 果然是領先的 被騷擾到一村 死了一村之後 領先還是十幾個資源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這個洛馬按的數量有點多 如果賽爾特人這邊不按弱馬的話 不按這麼多隻 現在差不多已經快要可以點 時代升級了 但保佳莉亞這邊好像被拖到了一點經濟 畢竟他是很早就下射箭場 所以農田沒有第一時間傻 如果常看我們頻道的觀眾 就會發現這些頂端高手 有時候還會去偷一下建築物 要不要轉落這件事情 可能會轉 但是就是會慢一點轉 那賽爾特這邊經濟實在是太好了 像農田已經超大一片了 好 那司機這邊繼續補一下 那如果賽爾特補到這麼多農田的話 有可能城堡時代會打這個騎士單位 所以待會賽爾特人也可以再考慮補一個馬舟 或者是直接把這個賽爾特人的 步兵 喔 升上去 把長劍兵 畢竟保佳莉亞人的奴兵是不能升級的 那如果你賽爾特人這邊轉步兵 長劍兵壓制的話 那對方保佳莉亞人 就只有一個選項 那就是出馬功 或是出老頭去反制你 好 那沒關係 這個都是戰術打法猜測 所以有時候猜測不一定會實現 就先看看兩邊的打法會是如何 好 這邊一上前把所有的肉馬全部戳掉 這邊有非常多的毛兵進行攻擊 一發一隻弓兵沒有問題 因為毛兵的數量夠多 七隻的數量其實是第一打高 傷害也是特別的痛 好 什麼是在一點下 時間差距大約是一分半左右 好 那這一坨應該是要送光了 前方帶我補了一個軍營 雙均勻打長劍兵 難道打劍兵升級的是保佳莉亞 而不是賽爾特嗎 那如果是這樣的選擇的話 保佳莉亞人轉步兵 那賽爾特人直接轉攻兵 就會輕鬆壓制了 好 雙雅步兵繼續生產 這麼多農田 對啊 整個馬或是步兵都其實很適合 賽爾特人這邊也是同一個道理 好 找出來是騎士 好 不是步兵 OK 對 不是騎士就是步兵 賽爾特人只能這樣選擇 因為他的經濟配置看起來只能這樣打 然後這邊要硬轉攻兵的話 那支援量會有點吃緊 所以就是教大家如何去判斷 對手的這個支援分配量 是怎麼分配出來 去預測對方待會會打什麼兵種 然後可以進行反制 然後你知道對手要幹嘛的時候 你就不會這麼慌了 就是所謂知己知彼擺在反勝 好 那賽爾特人這邊是騎士往後壓 但看到裡面有個修道院 先把騎士拉走 避免待會被遭響掉 這邊的部分使用大量的長劍兵 繼續給對方壓制 這邊二級防 剛升好 還有兩秒 部位技術剛點下 但是一直在移動 沒有第一時間反擊 後方的騎士 這邊騎士獲得第一時間的攻擊 這邊騎士可以無雙了 想砍誰就砍誰 城堡時代的賽爾特人 騎士暴也是要特別注意的 如果融體撒這麼多 就可以這樣打 雖然賽爾特人有遊俠 但是沒有三級的馬凱跟品種 但城堡時代稍微還是可以弄的 這個馬呢 跟危機人是差不多的 就二攻二防 但是就是沒有品種 而且一樣都是經濟很好的一個破冰果 所以是你玩危機人的話 那賽爾特人你應該也會玩 兩個都是經濟特好的危機 打法其實是有點相近概念 但賽爾特更優勢的一點 是攻擊速度實在是太快了 搭配這個生頭戰術 這個生女加老頭 生女投石車跟這個戰術是非常難做 投石車可以瘋狂拆外面建築物 老頭可以招搶對方常見兵 或者是對方的 那個叫什麼 騎士 那保加利亞這邊是轉出了保加利亞騎兵 這個保加利亞騎兵呢 用槍兵是很難解乾淨的 那我就把保加利亞騎兵稱為喪屍騎兵 因為這個單位呢 他只要死掉之後 又會再立刻爬起來 變成步兵型態 繼續跟你繼續戰鬥 所以保加利亞人 打這個保加利亞騎兵 對於賽爾特人來說是比較麻煩一點的 只出槍兵的話是解不乾淨的 而且出槍兵的話 又會現在被保加利亞的這邊 大量常見兵給壓制住 所以這邊最好的解法就是 出點見兵啊 保加利亞騎兵 然後再配一些老頭 就像這樣子 他的配兵就是現在 我個人認為是很OK的一個組成 但對方騎士數量 感覺有點多 反打回去可能有點困難 喔!後面直接抓掉 投石車 哇!這波保加利亞人秀得非常好 騎士對上常見兵 最後使用劍兵數量的優勢喔 砍掉了非常多的騎士 那也招強到兩隻騎兵單位 讓自己的騎士數量不會太弱勢一些 前方這邊 針頭戰術可能要放棄了喔 老頭跟投石車可能要稍微停一下 後面直接一個鬼轉容 那如果這邊要轉容的話 就要稍微來挖一下石頭了 轉容的話 兵繼續出 但要挖石頭防守 對方來插寶 可以進行保加利亞的銀類喔 是非常便宜的 多多草草防下會有效果 好!這邊招翔阿! 有機會招得到保加利亞騎兵嗎? 哎呀! 嗨一下!就能招翔到 好! 好!那目前看到賽爾特人是3TC開農23片田 然後家裡是用拉了一些生率 在家裡補騎士的血量 好!那這邊就繼續 趕快開TC農 然後繼續出騎士挖石頭 OK!賽爾特這邊的細節都有做到 那這個我覺得算是一個蠻重要的觀念喔 就是如果你前壓失敗之後 你千萬不能 就是不出兵了 然後就直接單純了 你還是要出點單位喔 在前面擋 然後他要轉挖石頭 挖石頭目的是 避免對方直接大軍入星喔 你還有一根城堡可以防守 對你的影響會比較少一點 那保加利亞這邊的重點就是 已知對方自己 對方已經轉容了 那自己也要轉容 然後還要再加琴呀 沒有讓對方過得太爽 而且自己又是沒有經濟加成的 所以單純存容的情況上來說 保加利亞會越打越劣勢 這邊騎士直接撞到銀雷的臉上 再逼退回去應該沒問題 好 賽特人繼續抱騎士 騎士數量來到了22隻 這邊二攻要先點 對 騎士這個近戰單位 互打的時候 一定要先點攻擊力 那如果保加利亞這邊 這邊是打馬攻的話 一定要優先點防禦力喔 好 銀雷果然插在這個高地上 這個高地上可以控制這邊的出兵點 還有一些農田 作為攻擊對方承認的東西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基地 後方的三隻老頭 開始招搶前方的保加利亞騎兵 有少量的保加利亞騎兵 已經叛變到賽爾森那邊 那這邊老頭也是即時招搶 把叛變的保加利亞騎兵 給招了回來 但是後方的銀雷也是重新蓋好 現在趕快收村 增加一下銀雷的這個傷害力 好 前方這邊大戰 看起來保加利亞騎兵 還是有點優勢 畢竟下馬之後 又可以變成一半的駐兵 後面的常見兵 開始攻擊後方的老頭 老頭直接全身 無法撤退 被打爆了 後面還有兩隻老頭就走了出來 這隻老頭應該可以鎖得下來 沒有問題 好 右邊再補下一個銀雷 可以空下右邊的木頭區 但總覺得這個位置不是很優勢 感覺往左插會更好一點 但左邊一直在打這樣 所以沒有辦法打得很好 紅右插可以考慮 但如果要插的話 也是要插這個位置 會更好一點 所以他這邊是想要插這個連環 銀雷 然後給對方壓力而已 那如果不能吃到對方承認中心的話 是沒有辦法受到最大的傷害的 那如果你是賽爾特人 被插承認中心的話 那這邊農艇全部先撤掉 然後趕快去開一個新的承認中心在後面 後面的位置這裡再補一根堡 阻止對方再繼續插過來 或在左邊也補一個 對 就是這樣子 那基本上 城堡可以直接蓋在銀雷的射程範圍內 你直接插城堡 就可以把一個銀雷給拆除了 直接反制回去 是沒有問題的 好 騎士直接上了高地 想要攻擊後方的老頭 但老頭直接收到銀雷裡面 對 這邊這一次的出襲 是沒有拿到任何的甜頭 後面的老頭 進入射程範圍內了嗎 哇 沒有第一時間去射 被招搶到了一隻騎士 這一波錢壓寶加利亞打的算是蠻兇的 那薩萊特人這邊經濟實在太誇張了 來到兩千多木頭 這支援量不可思議 那薩萊特人遇到寶加利亞起兵 能解的方法其實真的不準 不然就是要打鬆蘭武士 配這個奴炮啊 投石車 都可以考慮一下 投石車的話比較吃操作 如果你不太想要操作的話 直接轉這個奴炮會更好一點 好 那寶加利亞這邊是往後開始繞 想要來打一個多線騷擾了 好 這邊看到非常多的村民 拉騎士騎士 想來解一下 好 城鎮中心的血量只剩下一點點 沒了 好 薩萊特人補下了 帝王時代之後 也補下了這個步兵的鎧甲 這邊可能要轉步兵了 本來是要打鬆蘭武士 那寶加利亞這邊 看到鬆蘭武士的話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上寶加利亞騎兵馬蹬 另外一個就是轉馬功 不然就是打這個血液步兵 要反制的方法其實很多 其實三種不是兩種 但是弓兵系的升級會更麻煩一點 而且寶加利亞人的經濟沒有LUP的加成 所以打起來來說會更難防守對方的鬆蘭武士 成型時間會更久一點 所以現在是賽爾特人的黃金時期 用了賽爾初期趕快點下金銳升級3攻3防 趕快用這個鬆蘭武士亂串 打爆寶加利亞的加利就可以了 千萬不能讓寶加利亞成型起來 後期的這個馬功陣 或者是寶加利亞騎兵 加上馬蹬這個傷害 非常誇張 那寶加利亞的馬蹬呢 是可以增加騎兵的攻擊速度33% 甚至這個連大落馬都不適得到的 在寶加利亞的後期呢 攻卡是不會太弱的 他的弱點就是經濟不好 除此之外沒有什麼太大的弱點 還有火器啊 他沒有火器 他的火器也是甜弱一點 所以他有給他大衝車跟投石車 可以讓他使用 好 下場這個陰雷要被拆掉 上方陰雷也沒了 右後方這邊騎士互打 收掉了一些騎士數量 好 上方陰雷過來支援 雙手劍兵已經升上去 血液金冠技術已經點下了 哇 太慘了 吃光 薩爾特人這一波也知道 現在是自己的黃金血喔 開始往裡面衝了 那這邊血液升上去之後 防禦率變成1加8 防禦率非常坦 但是鬆爛武士喔 他這個問題並不是很大 因為他基本上還是14個 精銳版本 所以如果他打下去的話 是以下9滴血 9滴的話其實還是蠻多的 並不會到非常癢 所以薩爾特人這邊就一直 單純爆鬆爛武士 可能問題就搞定了 那寶扎莉亞的人可能認為自己可以用 雙手劍兵 加上大衝撤喔 直接反擊回去喔 但目前看起來是有點偏困難的 但轉這個馬功又耗時間 這個也就是寶扎莉亞 這邊會比較難抉擇的地方 好 外面數量越來越多喔 23 25 賽爾特人的寸數也來到了140吋 寶扎莉亞打的是150吋戰術 兩邊都有把自己的經濟固好 那經濟固好之後就是 雙方的單位互換了 還有誰多線打得更好 誰防守進攻 時機點更恰當一點 好 寶扎莉亞在前方的銀雷 直接被開戰 看一下這邊左邊的打架 這邊打架左邊的鬆爛武士 直接往前 雙手劍兵協議的防霧綠樹 是擋不住鬆爛武士的直擊傷害 而且移動速特別快速 拉拉兩隻到後方 直接對後方老頭進行暴打一波 這邊賺點損失了400黃金 好 單打草算已經出來 但衝撤的目標並不是城堡 而是後方巨型投資機 這一台也沒機會 只撞到了一下而已 好 那第二台第三台 應該也是被打掉 後方的雙手劍兵 想要再往前 可能會有點危險 趕快在這邊重新聚集一下兵力 哇 鬆爛武士就是這麼的誇張 攻擊力跟遊俠一樣 但是造價比遊俠便宜很多 尾東速度比遊俠慢了一點點 基本上可以當起兵來用 而且還不怕槍兵 這個就是鬆爛武士最厲害的地方 好 正面城堡 這個應該也死掉了 雙爛武士開始亂穿了 這個是他最強時期 帝王時代初期 後面還補了一些爐炮 哇 爐炮又打雙手劍兵 特別好用 怎麼辦呢 好 看到爐炮尷尬 哇 這邊串燒效果非常舒服 哇 瞬間半血 這就是賽爾特人的攻城系 攻速極快 甘拉鬼 秒拆 搞定 好加烈亞人這裡補下了投石側的升級 好 右方的承認中心已經點掉了 投石側這邊轉出來還需要一段時間 而且他現在這邊轉出來也不太能守得住 因為投石側一出來可能就會被收藍武士打爆了 這邊要用投石器的話一定要確保自己正面 有兵可以扛住對方的收藍武士 不然就是要把這個攻城系在後面囤個一波才行 但囤在後面一樣守住也是很困難 畢竟收藍武士打攻城系速度也是很快 所以是真的非常難受 好 報達利亞人 他的幾台投石車 當作最後的希望 中投出來了 OK 正面收藍武士好像有點變少的趨勢 但是後面又補了更多過來 37隻還在亂竄 現在他的農田到處都有收藍武士在走來走去 好 回到這邊看一下 這邊第一時間果然是爆達了 保加利亞的投石車 正面軍力果然沒有辦法防住保加利亞直擊後方攻城系的問題 那如果攻城系投石車一直被解掉的話 後面奴炮就可以趁心無力的 想打哪隻雙手劍兵就打哪隻雙手劍兵 欸 結果這邊沒有控好 雙手劍兵直接摸到了奴炮 OK 瞬間摸掉三台奴炮 OK 右邊的黃金大家在共享黃金 喔 投石車這邊左邊偷了兩台奴炮 回頭再打一下 巨頭 這個別跑了吧 這個也跑不掉了 回頭再打一把可能會更好一點 好 那保加利亞這邊串民術被串到只剩下八十村 收藍武士這邊的打法非常的犀利 完全運用到了他的文明特性 直接打爆了保加利亞人 OK 後期的保加利亞人 這個奴炮是他完全解不掉的一個問題 怕太多這個心思去解這個奴炮 反正加利已經有點經濟爆炸了 真的感覺是要轉出馬功才有機會 轉馬功還可能不一定會贏 畢竟人家跑得也快 數量又可以量產出來 但我覺得不轉馬功的話應該是沒機會 不然就是一定要轉保加利亞奇兵 非常大量而且要上金瑞 馬登也要上 才有可能打得贏賽爾特這些組合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崇蘭武士的賽爾特 這邊拿到了一萬四的資源勝利 非常誇張 軍事方面則是拿到1.43的KD 贏了保加利亞0.7 快一倍的KD 就是可以幾乎快要到一打二的地步了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